2月26日,他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中国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3月4日,他再次告诫中央负责同志,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但是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还严重地破坏了改革的进程。 风波之后,改革将如何发展,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身上。 这场风波,迟早要乱,这个国籍对大企业和中国自己的小企业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非人民一直为战业,正面主动所,一样要乱,吃草问题,打消问题。 一看就是,明白是一件什么事。 好不含糊,就是要大道共产党,大道社会主义。 主要是面子,大道共产党,大道社会主义。 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法的所谓共产党,也许这面一样坏事啊,会使我们的事业啊,前进的。 我们就不是前进的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坏。 是我们的事业啊,纠正的更坏。 是我们的长处啊,能够发扬的更坏,更好。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当第三种权益以来的十年, 是不是因为这次重乱,这十年发生问题? 这真求性发生问题,真不真求?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群几乎准备的目标? 不是油,是不是左群几乎准备的目标? 我想我们没有没有左群几乎准备的目标? 也没有国际的目标? 嗯。 因此,现在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我们指定这个战益目标, 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四十百点。 现在。 邓小平说,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阔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 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自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他说,今天回头一看,我们这边就显得明显地显得不够。 这个两只手,一只手是比较稳,一只手比较软。 所以,总结今年呢,我想呢,恐怕是没有,不是对不对,是这个,这个,这个,以能以乱,不相成。 黑黑的不好,所以他们坚持不够一贯。 邓小平说,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批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 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的还不够。 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盖下去,坚定不移地盖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不提出为国土。 理由的时候,认定地考虑过去,考虑未来。 主要过去是你。 未来是一只刀,十个线,我只能再划五个十一。 终结今年,我们的那些事物,就是那些方面考虑对的坚持,那些方面考虑对的坚持,那些方面考虑对的坚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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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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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97年,在寒冷的二月里,10万多群众涌上街头,深情送别一代伟人,邓小平。 长安街上悲痛的人们打出了小平走好的横幅 全世界的媒体几乎都出现了这张人们熟悉的面孔 它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 这是一个让世界未知瞩目的名字 这是一个将涌在史册的名字 1997年2月19日经历了93个春秋的邓小平 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代伟人长辞 九州儿女同悲 哀怨生生 寄图了人们的绵绵思念 白花朵朵凝结着人们的依依深情 白花朵朵凝结着人们的依依深 江泽民在道词中免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 表达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们的深切哀思 在德都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 随道大会 极其沉痛的悼念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 是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悲创更业的话语 回荡在人民大会堂 回荡在神州大地 回荡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最大的无产阶级隔壁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是即使 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中国人民爱的邓小平同志 虽然岁月没能留住他的脚步 但他的业绩 他的思想 他的作风将涌在史次 虽然时间无法让他的生命再次燃烧 但他的理想 他的信念 他毕生奋斗的事业 却在他深爱的祖国 化作了不朽的风碑 悲痛 浓浓地笼罩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埃斯远远超越了民族和国家 整个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世纪伟人 联合国下半旗致哀 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来厌电厌寒 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卓著功勋 随着邓小平的逝世 中国未来的命运和发展方向 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猜测 中国将如何对待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和创立的理论 世界瞩目着中国 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追悼大会上 对人们关注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 在跨越四级的新政策上 全国不足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三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九日 两百多名中央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 云集中央党校 听取了江泽民的著名的五二九讲话 这个讲话不仅进一步澄清了邓小平逝世后 国内外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 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即将召开的十五大的基本主题 江泽民说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把建设与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义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意义 什么压力 国内来的也好 国外来的也好 都不要动手 这就叫做认识风浪起 稳坐掉预算 1997年9月12日 一万中国人 把期盼的目光投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中国又把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送进世界的视野 全世界都在关注邓小平事实后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举行 十五大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理论被正式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 成为走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在开幕式上 江泽民面对两千多名代表 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 旗帜展示着形象 旗帜代表着方向 旗帜铸造着辉煌 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 离不开精神支柱的作用 而民族精神的升华更是指引它前进的旗帜 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马特斯列宁主义 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心 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把马特斯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半个世纪前的中共七大上 党又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从而引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翻身和解放 当改革开放的实践 对毛泽东思想提出发展的要求时 邓小平向人们展示了 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正是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 把中国经济引向了繁荣 把人民的生活引向了富裕 把一个民族引向了富强 江泽民总书记三万多次的报告 全面勾画了中国人民 迈向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代表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江泽民说 把我们的思念全面推向二十一四季 就是要抓住基因而不可伤势基因 开脱进取而不可允许守旧 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破坏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 精神人民建设要趋势加强 国家方面相互配合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建设 这是五千八百万党员的政治宣言 这是十二亿中国人民赞同的行动纲领 他向人们展示的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和坚定信念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代表们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九月十九日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青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选举结果合乎党心顺乎民意 说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 跨世纪大业有稳固的政治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证 说明邓小平开创的伟大事业 后继有人前程远大 中共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 成前起后既往开来 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一致 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正确浮现胜利前进的大会 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中国共产党 人民对党寄予后望 党领导人民在二十世纪写下了光辉天章 也一定能在二十一世纪写下新的光辉天章